流水线上的员工在认真切割食材 控制传输速度的大叔热得大汗淋漓 内心也已经非常烦躁 下一秒竟不小心将速度调到了最快 工人们不得不加快了切割速度 阿邦也一直不停地切切切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突然阿邦停下手中的动作 抬起手来竟发现少了一根手指 那根可怜的手指已经被封进罐头 此时不知道在哪个货架上售买 从此阿邦每天都到超市寻找手指 面对这么多的罐头 无疑是大海捞针 阿邦十分沮丧 他从小商店买了一瓶饮料 突然听到身后有东西在敲货架 仔细一看是一盒罐头 阿邦一直都有敲桌子的习惯 这盒罐头里肯定就是他的手指 阿邦终于重新找回了手指 但第二天他就感觉到不太对劲 这时旁边传来了敲桌子的声音 敲桌子的男人刚想挖鼻孔 阿邦立马跑过去阻止了他 两三下就把手指抢了去 原来这才是他自己的手指 这个男人叫阿旭 经过这件事情 两人成为了共享过手指的好兄弟 阿旭告诉阿邦 工厂里经常出现切断手指的情况 找错手指也是很普遍的事情 所以他从来不吃罐头 第二天两人提出了辞职 阿邦不想再失去手指 而阿旭也不想再和别人共享手指 辞职之后 阿邦在一家公司做保安 一天到晚在电梯里 这让严重受恐的他很不舒服 电梯一上来人 他就躲得远远的 但是有一天 他遇见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让他很自在 阿经是这个公司的清洁工 他很喜欢打扫 眼睛容不得一点无字 阿经之前一直住在乡下 有一天 从天上掉下来一本白皮书 他觉得这本书一定藏着秘密 于是便无时无刻都带在身边读 但他一个字也看不懂 最终他决定带着书搬到曼谷 也许能找到解开白皮书奥秘的方法 阿邦看着跟书本说话的阿经 心里的小鹿几乎都要撞出来 阿邦已经对阿经着了迷 家里的电灯是阿经的笑脸 电视上的主持人也是阿经的模样 就连饭盒看起来都是阿经 因此他连饭都不吃了 生怕把阿经吃到肚子里 甚至第二天都不敢看门口的狗 怕看到的是阿经的脸 终于他鼓起勇气跟阿经说话了 他告诉阿经 奶奶说来到曼谷工作就会长出尾巴 阿经却笑着说他在做白日梦 因为阿邦不懂梦想是什么 事实上阿邦的确不懂 然后阿经就讲起自己的梦想 他的梦想就是读懂白皮书 那时候他就会成为有尾巴的名人 他为了读懂这本书 去请教同事 甚至去请教老板 但是没人能帮他解答 他还每天去外语班偷听外语课 几个星期过去了 仍然看不懂白皮书的内容 这个男人夸在女孩衣服很漂亮 女孩羞涩的笑了笑就离开了 可当阿邦转过身后 大街上的人都穿上了蓝色裙子 车上乘客也无一例外 连狗狗也穿着整齐的小蓝裙 这时阿旭来了 他还带来了女朋友 阿旭说女朋友是挤公交认识的 两人正在收集车票 他们觉得车票越多就越爱对方 阿邦听完也想试一下 但是阿经却说自己对公交车过敏 两人只好乘火车 火车上并不拥挤 但是能和阿经一起 阿邦就很开心 下车后阿经还是起了红枕 阿经说以后有钱一定买辆车 这样就不会过敏了 第二天阿邦就成了出租车司机 看着副驾驶上阿经不再被红枕折磨 阿邦感到非常欣慰 这天一个大叔突然出现在车窗外 他让阿邦赶紧表白 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一定要抓住机会 阿邦认为他说得很对 于是鼓足勇气跟阿经表白了 车里一片寂静 阿经表情很凝重 他说两个穷人怎么能结婚呢 以后的孩子也会一样没有尾巴 阿经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梦想 那比没有尾巴更可怕 此刻阿邦的心已经碎成了渣渣 回到家他打算悬梁自尽 脑袋刚放到绳子上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 竟然是一只有着人脸的壁虎 仔细一看 这人脸竟是去世的奶奶 奶奶说自己的骨灰撒进大海后 头胎转世成了壁虎 经过奶奶的安慰 阿邦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此时阿经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外国男人也有一本白皮书 阿经深信 这个人一定能帮他揭开书中奥秘 虽然不知道这个外国人的名字 但阿经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彼得 几天后阿经看到一个新闻 警方抓捕了参加环保示威的人 其中就有彼得 阿经觉得彼得一定是环保卫士 而白皮书里就是环保理念 警方逮捕彼得是因为不认同书里的环保理念 他立刻觉得这本书非常伟大 要好好保护 回到家 阿经查阅了新作运势 就发现本周对他的爱人非常不利 他认为彼得很可能为环保牺牲了 于是他有了人生目标 那就是延续彼得的理想和事业 阿经立刻就加入了环保示威 并且还每天回收塑料制品 这天阿邦载着阿经和塑料瓶 得知了阿经的一中人是彼得 这让阿邦再次陷入了悲伤 但他不会自杀 因为害怕见到奶奶 他来到阿经家里 发现这里已经堆满了塑料瓶 阿经说自己已经辞职 因为要全身心投入到环保事业中 现在他不仅减塑料废品 还种各种绿植 他给其中一棵玉米盆栽起名彼得树 看着现在的阿经 阿邦觉得自己离他越来越远了 这天他再次来找阿经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阿经家门口竟多了一座山 一座塑料瓶堆成的山 这个女孩抱着一个盆栽视为游行 突然看见街边有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他心心念念的梦中情人吗 阿经走到男人身边 男人转身就要跑 阿经立马叫了声彼得 紧接着就是一顿输出 不停地讲着彼得对自己的影响 而男人却一脸不耐烦 他说自己不叫彼得 阿经立刻又拿出白皮书 他想知道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只见男人一脸坏笑 趴在阿经耳朵上说了些什么 终于听到了一直追寻的答案 可阿经却瞪大双眼 呆在了原地 眼神逐渐变得空洞 原来这本书竟是一本十八季小说 阿经无法接受这样的答案 无法接受自己的梦想就这样破碎 于是他决定离开 阿经走后 阿邦也回到了家乡 然而家乡的慢节奏 让他无法适应 讲话很慢 骑车也很慢 更让他无法适应的是 阿经不在身边 每天他都在思念着阿经 于是他立刻又回到了曼谷 然而此时的曼谷已经天翻地覆 所有的人都长出了尾巴 阿邦成了这里唯一没有尾巴的人 那他在这里岂不是很难混下去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没有尾巴的阿邦迅速成了珍惜物种 女孩像追星一样追着他跑 好不容易甩掉这些女孩 又突然冒出一群记者 七嘴八舌采访他没尾巴什么感觉 很快他变成了这个城市的名人 阿絮来找他竟也是为了尾巴的事情 可阿邦哪有心思管这些 他只想知道阿经的瞎龙 阿絮告诉他阿经现在也长出了尾巴 他尝试了多次要切除尾巴 但是都失败了 至于他现在在哪儿连阿絮也不知道 曼谷那么大 阿邦不知道去哪里找 只好去塑料平堆成的山上碰运气 没想到真的在这里看到了阿经 他说自己对阿经的感情从未改变 阿经也明白了 他解开了白皮书的奥秘 拥有了尾巴 拥有了梦想 可这些达成之后 感觉都是一样的 只要他停下来看一下 就会发现其实幸福就在身边 半年后 那座塑料山成了旅游景点 而阿经肚子里也有了宝宝 这个宝宝可不简单 奶奶托梦给阿邦 说自己正躺在阿经的肚子里 影片到此结束 这边的肚子里也有了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